晨熙 第一隻養的那個貓 牠就是因為休克 然後過世 所以我心裡一直都很有陰影 有一次我就是去宜蘭 好像在宜蘭 不知道工作還是什麼 我有點忘記 但是我就從監視器看到我的貓 牠就是在沙發上面 然後癱磷在沙發上面 然後尾巴都捶下 手也是這樣捶下 然後眼睛就是有點 那種眼白的那一種 然後嘴巴微髒 我就想說 牠是不是要休克了 我就在那個監視器 因為我的監視器 是可以發出叫聲的 然後就是可以叫牠 然後跟噴零食出來的 我噴零食然後怎麼叫 其他的狗 貓都亂成一團 然後在那邊吃零食的吃零食 接零食的接零食 然後在那邊看那什麼東西的 牠還是沒反應 我真的整個嚇壞了 我趕緊從宜蘭再衝回來 結果一衝回來的時候 我們一打開 然後牠在那邊 然後就說妳回來的那種感覺 我真的是 牠也沒把它裂熄 我真的是快嚇死了 因為牠真的是 我沒有看過貓會睡那麼死過 牠那天不知道哪裡 不知道野了還幹嘛什麼 怎麼會這麼睡得那麼熟啊 我對噴零食的機器比較有興趣 怎麼會有先進的產品 有啊 有啊 妳出生意牠會噴 妳就是按一個 它可以遠端操控 妳就噴零食 它就會噴零食 然後牠其實還現在先進到 可以餵食 就是如果妳在外面 沒辦法餵的話 威樂生 威樂生 去點餐 最好 張醫師 好 那剛剛說的那個狀況 貓咪除了真的不舒服以外 那有時候真的睡過頭 或者是說貓咪比較自我忠心 牠可能單純只是不想理妳 都有可能 嚇壞了 但是我之前有遇過 也是一個四族很緊張的 就是打電話過來 然後就說 我的貓咪好像中邪了 牠在家裡突然亂喘 衝來衝去 然後好像很驚慌失措這樣 然後我就先安撫四族說 媽媽 沒關係 妳先冷靜一下 妳看一下就是 我先問一下 那家裡最近有沒有什麼變動 因為貓咪其實真的很怕 大驚嚇 對 那包括說有沒有朋友 新的朋友人員進出 或者是家裡的家具擺設 有沒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經過一方安撫之後 請媽媽觀察一下 對 那如果有問題再跟我說 那掛掉電話之後 大概過了十分鐘吧 我又接到電話 媽媽說 醫生 沒事了 她很好 我說 所以她是怎麼了 妳有發現什麼嗎 她說 她可能吃到我的頭髮 所以那個大便拉出來的時候 妳頭髮黏在那個屁股 黏著頭髮 黏著大便 所以她就被大便一直追著跑 妳是拖著 對 她很害怕 怎麼有東西一直跟著我 其實是拖著屎到處跑這樣子 對 所以在一個不小心 屎脫落了 貓咪好了 她就很正常地走來走去 就跟沒事一樣 好好笑喔 她的觀察力也太差了吧 但是我曾經有類似像君彥 因為她那時候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還小的時候 然後她以前小時候都不愛叫 但是她長大之後 自從我教了她talk之後 她就很愛叫 然後開始無時無刻就會 你知道 一明 就是可能撥眉狗就很敏感吧 所以一聽到一點聲音就開始叫 然後有幾次 有幾天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就在我的床上 然後就看著一個某個方向 然後就對著空氣 然後一直叫 一直叫 一直叫 然後又看著地下一個地方 然後又開始一直叫 一直叫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連續叫兩三天 然後我因為這樣都睡不好 然後我就帶她去拜拜 去收金 因為我想說 不必是她看到什麼東西 看到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我就帶她去拜拜 然後後來就發現回來的時候 怎麼 她還是這樣一直叫一叫 後來就發現什麼 知道嗎 因為她喜歡的一個玩具 然後卡在一個縫縫裡面 對 然後因為她想要那個東西 然後一直找不到 就是她一直想要 然後是她一直看東西 一直叫一叫一叫 對 後來之後就真的後來就發現 她只要就是有任何東西藏在 你知道縫縫裡面 沙發底下或什麼 她想要的時候 她就會叫你 後來會叫 對 她就叫你的時候過來 我要這個東西 我就是要這個東西 所以她就對那個方向 一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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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問題 好 這個我一定是架錢 這種到最後都會越來越嚴重 我覺得 我覺得像網路看病很多 是 對不對 問網友 聽網友怎麼說 對 薇如 就是 她那個時候 就是常常愛亂叫 然後而且她有時候 就是她脾氣很硬 就她小時候真的很乖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到了一個青少年期 就開始你知道 開始叛逆 那還有就是比如說 我有時候我罵她 做出事情罵她的時候 像她有時候亂尿 另外因為公公 可能就是開始你知道 少年或者是可能出去 看過別人抬腳的時候 她回來就開始抬腳 所以她也是抬腳的時候 尿到我的衣服上面 所以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罵她 結果我罵她的時候 她頂嘴 她就罵回來 就說 為什麼亂尿 不乖 鬥鬥鬥 然後她就 然後開始 笑回來 國美人嚇了 對 感覺太像了 對 她就開始這樣 鬆回來 然後我就鬆回來 我就很生氣 然後因為她開始 就是叛逆的時候 我就開始比如說上網查 我就查到說就是 像有些人不是說 就是狗媽媽 狗媽媽也是會教她的狗狗 因為狗狗亂跑 批什麼 她們也是會像 那個醫生說的 張醫師說的 就是會用叼的 然後把它叼回來 就是叼她後面 所以那時候 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就很生氣的時候 我就抓著她的脖子 然後一直罵她 I'm your mother 然後就開始 一直告訴她 I'm your mother 然後就一直捏捏捏 結果她更生氣 對啊 她就開始想要咬我 但是那時候真的就氣到了 國美真的很恰 她是不是可以才藝表演一下 她會 她會才藝 妳說還爆尿布啊 對啊 為什麼要爆尿布 因為怕她亂尿尿啊 什麼話 我們又都尿了妳 回歸自然好嗎 你看她穿那個什麼 翅膀 小翅膀 為什麼 沒有 教練 這造型 這造型 你看好可愛 快來 完了 很難 滿滿 交朋友 去啦 她這樣很害怕 異性相似 Cookie 跟她 慢慢 完了 慢慢你也會嗎 慢慢坐下 不行 慢慢 慢慢 慢慢表演 OK 慢慢 慢慢太激動 跟她 妳有點 她真的想到你不舒服 跟她 No OK 在這裡 可以看 這裡誘惑太多了 C 現在不想玩 妳叫她 妳叫她比較快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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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 down Lay down 趴下 她會耶 Lay down 她只是想吃 她在找 好失控 妳看看 Go 滿滿 坐好 坐下 要不要吃 要不要 跟她 大聲 大聲 好 坐好 我們表演比較快 對 好 坐好 來 跟爸爸親親 跟爸爸親親 親 咬下去 好可怕 Cookie 慢慢比你們的牆 怎麼會 沒有 等一下 慢慢向她抱走一下 她通告費沒有 真的 為什麼 太久 太久 可以 算了 她說她不想要 她會表演什麼 妳有講嗎 坐下 她會什麼 坐下 對啊 她會什麼 趴下 然後握手趴下 還有旋轉 然後還有跳 還有spin 可是在怪貝爾 他們這邊 因為這邊誘惑太多 對 他們沒辦法轉型 沒辦法轉型 來 楊醫師 OK 我們常常會碰到什麼狀況 可能夜深人靜 也找不到一些家庭醫師 所以往往會上網去 Google也好 或是在社群裡面 詢問也好 可是我們往往曉得說 一個疾病 它有很多的面向 今天是只提到的 一種或兩種面向 你得到的一個方向 可能完全的錯誤 那在我自己本身 我們碰到的一個就是 有一隻貓 牠在一兩個禮拜前 開始尿尿 牠發現說 好像尿尿的貓沙裡面 有點紅紅的 然後牠就上網去問 牠就問 這可能是自發性膀胱炎 牠有壓力 或者牠緊張 所以你放心 一個禮拜慢慢治就好了 結果後來到最後 一個禮拜不但沒好 整個尿尿 這個膀胱塞住了 結果來檢查以後 發現說 膀胱有大顆的 然後也有細砂的 整個尿道全部塞滿 天啊 後來我們就必須要 用導尿 把這些尿砂往膀胱噴 衝回去 然後之後再開膀胱 去把這些所有石頭 取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描述 在詢問很多網友也好 或是怎麼樣 有時候你講的這個症狀 它只是其中之一 它並不是全部 沒有做過檢查 你真的不知道 還是要帶到你的家庭醫師 去做一個了解 比較好 我那邊也一樣 就是不同的狗狗 其實有不同的社團 所以大家其實很喜歡 在社團裡面問問題 因為不同的狗貓 其實牠們的問題 會有點不一樣 那我那邊有一隻發豆 就是牠來就診之前 牠進診間的時候 我有點嚇到牠皮膚的狀況 牠整個皮膚上面都是 黃黃的 紅紅的 很像被什麼顏料染過一樣 然後整隻狗狗皮膚很差 就有點濃疲症 然後我就問了爸爸說 我說牠的皮膚是怎麼回事 牠就說因為牠反覆一直 有一些皮膚的狀況 然後一直都沒有好 牠就只好上網去找 然後在發豆社團裡面去詢問 那在發豆界有個還蠻紅的 像沙威龍加硫磺粉 在座醫師應該都知道 就牠們就讓狗狗洗沙威龍 然後洗完之後可能也沒沖乾淨 然後再用硫磺粉敷在上面 所以狗狗的身上全部都是結塊的 紅紅黃黃的東西 那但是還不見好 所以主人就覺得這實在有點苦惱 就帶來就診 那後來因為在西醫的治療下 然後跟牠解釋一下 怎麼樣子的照顧 才慢慢慢慢的皮膚才轉好 所以有的時候上網查 的確就像楊醫師說的 牠只能看到 這個是有點偏方 這個其實目前我們是 牠是片面的 沒錯 沒錯 不是全面的 對 其實我們要相信 受醫師他們都是很有愛心的 就算跟多收 跟你收個三五千 也是應該 對 為什麼那麼俗氣呢 那你說 對不對 我們就讓受醫多賺一點 讓牠好好照顧狗就好 那如果那個父母們 就是你家的孩子 對於未來有迷惘 去當獸醫 好 最大提醒大家 每一個獸醫院旁邊 弄個ATM的零款機 好不好 不要讓人家舒服的 對不對 你看 為了這個狗媽媽早起 還領不到錢 還不能帶牠走 好 好啦 祝福你們家在那了 公公平安健康 貓咪平安健康 貓咪平安健康 貓咪小孩都平安 謝謝 謝謝 謝謝